坐在舒適的座位上 享受涼風吹拂著臉龐 欣賞沿途的草木景致 雙城巴士在都市街道中 緩緩的前進 十分的愜意 這可不是在港澳 而是在台北 畫面中大家乘坐的 是台北市觀傳局 與交通部共同推出的 台北市雙城觀光巴士 台北要成為一個文明 國際城市 在過去一直缺少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要發展觀光產業 我們在市區這種觀光景點 穿梭的雙城觀光巴士 應當要有 因為把這個車頂打開 站在比較高的位置 來看這個城市 會有一種不同的視野 這個是一個拋磚引玉 使得類似的服務 今後不一定是由政府來出資 能夠培養起 就像剛才市長所談到的 夠水準 夠購買力的 自由型的觀光客 都會培養起這樣的一個產業 讓這個好的雙城巴士 好的觀光的構想 能夠在台北成為街頭的意境 車上除了安排比照空服員 訓練模式的隨車服務員 包括導覽手冊 輪椅停放區都一應俱全 甚至每個座位下方都有USB插槽 可以提供手機或平板進行充電 另外更特別的是乘客可以使用 車上的Wi-Fi設備 聽取中 英 日 韓四種語言導覽 像我們馬來西亞的一些遊客 我們都可能就是台北 來台灣就是一個星期 然後台北可能三天 可能台中兩天 可能就高雄一天 趕來趕去 然後終於有這一個巴士 可能就是可以一日遊 把所有台灣最重要 台北最重要的景點 把它一次過逛完 所以是我覺得對馬來西亞的遊客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工具 從即日起登場的觀光巴士政策 獲得交通部四千萬元的經費補助 也讓台北有了不同的觀光模式 更在推廣初期 首波就提供每日限量的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的優惠票券方案 希望能夠吸引觀光客來台北嘗鮮 開播大台北出位新聞曹德華採訪報導